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5年度施政报告在上周也是圆满结束了 那么作为政府新班子第四位亮相的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就透露了新动向 爱多酒店将重建规划发展该区成为青少年文康活动中心 并规划塔石地区将建设成为集艺术文创教育康体及休闲与议体的建筑综合体 另外看病难轮后时间长的问题长期为居民所诟病 谭斯上任后即将大刀阔斧做医疗改革 实行分流措施 而在会议期间 议员们也是针对市民关心的医疗控烟教育轮番进行市政辩论 议员讲谭也特别精选了社会文化范畴的答问环节的经典议题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行政长官是非常之重视青少年深深的健康发展 他一直都是关注我们特别是旧区 原来那个爱都酒店那方面 是委托本人负责那个区 从来初步构想对塔石地区的功能特色重新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将该处建设成为我们包括我们澳门已经在学院在内的 集艺术文创教育康体休闲一体的建筑综合体 并且是作力打造功能核心带动形成塔石大型片区的艺民辐射效应 为澳门的城市蓝图塑造全新的亮点 关于向横琴的国 就是刚才司长你提到 是用一个市场的价格去买 当然如果是需要的时候 因为它横琴和我们在附近 很有地理的位置 但是自贸区除了向横琴之外 也都有跟广东省合作示范区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远一点考虑一下中山的趋坑 那这个我也希望司长考虑 我们考虑到横琴那方面 其实因为横琴那边也是比较近的 当然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考虑的 特别是我们江门也有 中山、崔申区也有 甚至珠海的领导都说如果你有兴趣的 抖门也可以 不过我们觉得 特别是长官认为 我们的横琴 就是来我们澳门 实在太近了 对方说到 那个社区来澳门 只是五分钟的路程而已 所以我们日后 如果真的的话 大家都想象 我们比如那些长者也好 或者其他那些需要服务的人士也好 他们如果在那边生活 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 在五分钟之内 我们有这个交通运输工具 就是载他们来 回到澳门 就是去求亲也好 或者从事一些社会服务也好 提供服务也好 所以因为是近的关系 石牌湾的幼儿教育就一定不够 石牌湾的小学教育就一定不够 为什么 因为它是零 一个九千多个 九千多个住宅单位的社区 现在是零的 这些学位 肯定不够 好了 问题就是当然你说我们会建 不过呢 2012年石牌湾建成了 到现在 两年多之后 我们的教育设施 都未曾开始动工 几时才动工呢 好了 如果就算动工 我们究竟按照规划 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的学校的数量 够不够呢 很明显的 如果按照政府规划 这个路环东北是一个 六万人的社区 如果那六万人的社区 需要多少学额才够呢 中学不算它 中学给它夸区上学 是吧 幼稚园和小学 需要提供多少学额呢 估计最少呢 四五千个学额的 现在有限的土地下呢 上一年就提供规划 还有一个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心 还有语言培训中 还有分薄它 究竟拆了这些 浩大起工这些建设 加了下去之后 我们的学额 可以剩下多少呢 够不够呢 这方面我觉得 司长是需要 整体的规划上面 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 工校的招生的情况 可以跟你说 我们是有的 我们是有这个规划 这个规划呢 就是我们在2018年 至2019年 我们这间学校 就可以招生的了 那么就 首年呢 就是我们会 首先 有这个幼儿的 学额开始 首先是招生 我们幼儿呢 学额呢 有315个 小学呢 就是630个 中学呢 就是420个 总共呢 就是1365人 这个 是我们 在石排湾 这个 我们叫做 学校的设施 那么 除此之外呢 我稍后呢 有机会的话呢 我都会整合这样 刚才 我没有时间呢 就是介绍的 包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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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其他议员呢 就是 呃 问及的 关于我们的 一些教育 资源的情况 我稍后呢 会很详细地 跟各位呢 就是 介绍的 因为 始终 呃 每一位议员呢 你们问的题目 是相当之多 那么我们呢 也都时间呢 就是很短了 没办法呢 很详细地 跟大家介绍 呃 就是有关这个 这个 中央公职金的问题 那么 可以和大家 介绍一下 就是有关的情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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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推出来 各大博企呢 呢 一直是支持 控烟的理念 加强 加装了很多设施 改善 场内的通风 是全力配合 娱乐场 控烟工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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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Director 呃 呃 呃 我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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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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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娛樂場在內本澳所有室內的公共場面 場所全面禁煙 衛生局多次考慮改變娛樂場控煙的方向 無疑令娛樂場控煙的制度走近是冤枉路 建造了通風設施、吸煙室等等 其實吸煙室是一個很好的吸煙室 是不會影響到員工的身體健康 這個我不知為何又會停止 在各大破區加起來的成本改裝 這兩年來是超過了十幾億 不過將來如果娛樂場又是全面禁煙 這類設施又是做了都是沒用的 又是浪費了大筆金錢 而這筆錢如果真是十幾二十億 用在我們博彩從業員的福利身上 我想會做到很多事 幫到很多他們的 特別是他們的家庭、上班時間、身體 各方面身體檢查 其實控煙其中一個目的 都是想我們所有博彩的員工 有一個健康的身心 有一個好的環境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局長可不可以說 現在在娛樂場控煙工作上 是否已經很清晰有全面禁煙 在未來的工作有甚麼計劃 部署是否應該早些公佈 讓博彼也都做好一個準備 不用浪費錢注意 又達不到真是大家雙方的目標 說真的也都很不環保 所有的事情做完又要拆 拆完又要扔 扔完又再蓋過 蓋完又再拆 這個希望有一些計劃 在一般的室內公共場所 是明顯改善的 特別是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煙草的保護 是得到社會的大眾的普遍認同 例如在新控煙法實施之前 百分之九十三的食肆 有人在吃煙的 但是新控煙法實施了之後 我們有統計 百分之九十六的食肆 是沒有人吃煙的了 根據這三年的跟進報告 我們得出了六點的建議 首先就是首要的目標 就是健康的促進 宣傳教育推廣煙害 維護市民的健康 第二就是所有的公共場所 室內範圍全面禁煙 包括娛樂場 擴大室外的禁煙地方 包括教育場所 即是大學 以及多人聚集的地方 都會列為禁煙的地方 第四是大幅調整煙草的稅項 第五是加強違法吸煙的罰款 第六是限制攜帶煙草的優惠 在未來五年澳門醫療最光輝的五年 是師長的信心 大家都應該感覺到了 說實在話 市民都期望這一千的到來 但是要兌現這些承諾 我想到一句很切切的 對你的工作就是 在屈原尼蘇裡面說 路漫漫其修院系 不將上下而求索 市長 任重道遠 澳門的醫療問題 面對其一就是看病難 其二就是醫病難 看病難是指輪候時間長 特別是指一般專科輪候的 差不多要一兩個星期 更甚的差不多要一個月以上 對病人而言一日都嚴長 市民有預言就難不免 政府醫院是公營醫院 是承擔大量特定人群免費的醫療 以及本地居民的醫療費用是同優 因而形成了病人太多 加上人口的增加 但醫護人手增加是有限 這些就是看病難的結晶所在 其次就是醫病難 無庸置疑本地目前的醫療水平是不高 確診錯漏時有出現 居民對本地的醫療體系的信心是不足的 經濟好的市民都會到香港或內地就診 所造成的不方便而覺得是醫病難 當然對一邊的雙風感冒 保健孕婦服務的衛生的護理水平 還是相當好的 市長提出病人分流措施 無疑可以減低病人的淪漏時間 亦可以減低公營醫院的壓力 但相對而言對其他的社團 醫療機構是增加了壓力 而對全澳門醫護人手的緊張 加上政府要贈聘五百多名的醫護人員 且對各醫療機構都會擔心人資的流失 吸人的感覺就是滑西場和保冬場的感覺 目前分流的措施 並非是醫療改革的自本手段 澳門的醫療問題的改革 提升素質服務 這些都是涉及澳門的醫療整體規劃的問題 恐怕一時三刻是很難扭轉情況 也恐怕是市長任期內的一大難題 贈了我一句關於我們之前的愛國私人屈原 她的尼蘇夫 我希望 我不需要和她一樣 投降臨自盡 但是我也在這裡做一個承諾 特別高天賜議員特別愛聽的 因為他經常叫我們問責問責 我在這裡承諾你 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話 我會只是請辭的 但是我覺得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的醫療人員 特別是我們的醫護人員 在我們公立醫院也好 或者私立醫院的醫護人員 其實盡力 我昨天都說過 剛才李局長都說過 其實大家都是一條心 因為確實我們現在要服務的對象太多 我們盡我們一切能力去做好 現在我們看到是有進展的 雖然我們的尼蘇醫院2019年才進攻 雖然可能已經去到下一屆了 我剛才看到 司長再提供給我們的醫療改革 短期和長遠的規劃藍圖 都沒有太多的著墨 在我們這個尼蘇醫院 關於人才培訓的問題 在這部份人之問題 究竟怎樣解決呢 目前在培訓計劃裡面 可不可以滿足到 未來尼蘇醫院的一些需求 或者昨天司長說的這方面 有詳細的規劃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多透露一點點 例如今年政府請人 雖然昨天司長都表示 扣除今年畢業戶後的學生之後 就是招聘7%的私人護士 市場就不算會特別緊張的 但是市場擔憂畢業生全數入公職 現在的護士又會有流失 請人就更加難了 市長有沒有考慮到市場醫護缺口 究竟是怎樣去解決呢 目前醫療專業人員註冊的制度 正在諮詢中 社會是有不同的聲音的 有市民都認為醫護人員的水平是非常之重要 關乎到人命的 作為醫療專業人員 本身要有專業的治律 都要有自我的要求 醫療專業人員的註冊 應該是嚴格去打關的 我想問問市長 在平衡醫療界的訴求 和保證醫療人員專業水平的方面 有怎樣的取態呢 其實昨天聽到 市長都介紹 我們將會聘請529人 在這個專科醫生人數裏面 我們看到只有14個 普通科醫生只有18個 其他幾百人是我們護士 包括我們的醫療輔助人員 其實我們看專科醫生這個數字 和普通醫科醫生的數字 其實是遠遠未達到我們市民 需要醫療服務的需求 我是認同各位所說的 其實在今年我們要請 這班529位的本地醫護界人員 我們其實確實 我們要在澳門的市場去聘請 這就是其中一個辦法 但當然大家要明白 我們如果公立醫院 或者醫護體系 它不夠人的話 它究竟去哪裡做呢 不外乎就是兩種途徑 一種就是向本地 本地私營的醫護界去聘請 或者外聘 當然我們首先要請我們本地的醫護人員 如果請不到的話 我們才會請外聘的 譬如好像內地的 甚至葡國或者其他地方 都是外會做的 當然大家會明白一點 其實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在澳門目前 這種醫療的生酬 很難請到其他地方 馮議員很清楚的 很難請到其他地方 好的質素的 那些醫護人員 特別是醫生 但我們不可以不做的 我一樣要做 所以我之後 我下個禮拜 我就會到北京 就跟衛計委 就是我們負責衛生範疇的部委 就跟他開會 要求請他們提供的方便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輸入一些質素高的醫護人員 彌補我們澳門現時的醫護人員的不足 當然剛才也說到的 比如在娛樂場那方面 大家很明確的 也都是我上任之後 跟我們的團隊 一樣就是要重視這個 醫護的素質 醫護人員 他們那個素質 不是他們 讀完醫科 大學畢業的 或者五年的 六年的 就可以做到醫生 起碼在澳門來說 暫時來說 也都不可以這樣做 必須有個考核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過去也有些醫生 他就考不到 好 將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他們就可以考進去 我知道在2011年 和2012年 我們分別舉辦了 跟鏡洪醫院 和科技大學 醫院方面 也都是進行了 一些培訓班 就是 有關於醫護 那些知識的 輔導班 給已經是 不阻業的 醫科生 醫科畢業生 看看他們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讀 讀完之後 還要考進工程 還有科技大學 也都有進階班 給他們 也都是培訓了百多位 百多位人士 效果也OK 也不錯 所以我們非常認同 我們是有醫護人員 但我們必須很嚴謹地去聘請他們 不是隨便聘請 也都是認同 我們日後需要 設置一個專科醫院 專科學院 培訓我們現職的 醫護界的人士 將來我們山領醫院也好 或者鏡洪醫院也好 或者外面的私營的 診所醫生 他都可以 報讀有關的課程 當然 現在我們剛剛 就是在起步的階段 我們啟動了研究 我們衛生局的同事 也都現在是 和香港那方面的 有關的 學院的人士 接觸了 我現在正在探討一下 有沒有 最快就是 這一兩年就是成立 這個專科學院 今天我看到 剛剛收到你的規劃的藍圖 又可以看到少許的 你說你會研究 設立這個 醫學專科學院 這個可行性 這個就是我們 醫病更難 希望能夠在這方面 可以解決到 但是我想問 為什麼是專科學院 而不是醫學院呢 其實兩者是可以並行的 醫學院和專科學院 這個時間呢 你真的有過 江輝五年 所以我在這裡 想聽聽師長的 講法 我們也和香港和國外的機構 醫學的機構 就是談的 如果你要成立一間醫學院的話 你投資的成本是非常之巨大 我們澳門大學 我們投資了一百多億 在裡面 如果要成立一個醫學院的話 我相信 至少是三倍 所以就嚇了我 害怕 但是呢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土地 在橫錦 我們澳大 那個校區那裡 所以如果以後 起碼十年至二十年之後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澳門大學 就肯定呢 就可以安排到 或者建立一間醫學院 我知道 教育當局呢 是作出一個 比較重要的決定的 那就是首先 所有公立的學校 澳門是必修科 那 而 我的統計數字呢 就是2013至2014年 就有二十間的私留學校 是開設了澳門課程 那當中呢 八間學校開辦的 是正規的課程 首一間 是開辦 是輔助的課程 而一間呢 就是 同時是設立 正規和這個 輔助的課程 那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 那我就是想 司長 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政府 就這個 中埔人員的培養方面 到底我們怎樣去推動 能夠 我們能夠發揮澳門 這個一個平台 和澳門本身這個法系建設 所急需的 這個中埔商與人才的培養 那除之外呢 我知道理工學院 這個中埔翻譯方面呢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我記得應該是2009年 是當時有一份報告的 是關於政府方面的中埔 翻譯人員的這個狀況的 那到底 2009年至到現在 已經六年了 到底我們 政府裡面的翻譯人員的情況如何呢 我想了解一下 澳語呢 是我們 按照基本法來說 是一個 官方的語言 也都是繼 我們 漢語就是中文 之外的另外 就是官方的語言 就是澳語 我們有好幾晚的浦橋 在我們這裏生活 還有我們有澳門學校 還有我們呢 澳門的媒體 還有我們呢 特區政府 教育部門的一個支持 包括我們教青局 包括我們高教辦 還有包括澳門大學 就是理工學院 還有六間呢 高等院校呢 就是教這個浦語的 澳大 理工學院 科技大學 還有這個 保安高校 城市大學 還有聲樂室大學 六間呢 都是教這個浦語的 所以我們完全有條件 就是打造 澳門作為這個浦語的培訓基地 在過去我也很開心 因為呢 長官派我作為我們特區的一個負責人 跟葡萄牙政府商量 是怎樣去合作 其中一項呢 也是 澳語的培訓 除了澳語之外 也是澳語法律 那方面的培訓 昨天 唐議員也提及了 黃議員也提及了 我們呢 我們呢 已經跟 葡萄牙政府 有一個共識 它完全可以支援我們 葡萄牙 它有一個官方的 語言的 教授的一個機構 叫做東方語言 這個學會 所以 在澳門呢 都是負責 提供 這些詩資 給我們 在過去十年之內 在內地 他教浦語的大學 本來由六間 就增加到二十六間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知道 葡萄牙確實是一個 非常之 有用的 一個語種 還有呢 現在看到 我們中國 跟葡萄牙在國家的邦交 外交方面 這麼友好 我們有 這些官校 幼少 就已經有 這個葡萄牙的培訓 是必修的 就是必定 有這個葡萄牙 除此之外 也都有 中學 即使是私校的話 他們只要 要求 想教 葡萄牙 我們教青局 都是提供協助 幫他們 提供私資給他們 OK 另外呢 就是大學 大家都一致 供應的 我們理工學院 都是 貢獻很大 還有奧吳大學 還有其他的院校 都是 除此之外 還不止的 我們呢 我們 還安排了 有些獎學金 我們有貸款 有獎學金 有特別的獎學金 有特殊的獎學金 都是呢 令到我們 澳門的那些學生 如果他們想去讀 一些葡語的話 他們完全 可以在暑假也好 或者平時科語 的情況 都可以收讀葡語 所以 我們的葡語 學習葡語的機會 其實是相當之多 還有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個條件 將會發揮 在施政報告 以及立法會期間 澳門有線電視 將全程為您直播 而在直播完結後 我們將在澳門有線第一頻道 以及互動新聞台 進行滾動式重播 如果您想重溫社會文化領域 以及其他領域的施政報告 請您登陸澳門有線電視官方網站 點擊觀看視頻 另外您還可以撥打我們屏幕下方的電話 進行互動 發表您的意見 好的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議員講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